TVB經典劇集發正先鋒載與歸來 宣布開拍第四集 這日總監製梅小青 帶領著新劇一眾主角 齊齊以劇中造型亮相 包括李思華、陳偉、譚俊賢 凱俊傑、黃浩然、黃森榮 以及今次重量級加盟的四哥謝爾德 這個配搭真是夠新鮮、夠驚喜 因為我是第四 我是四哥 四哥如果這一集都不進來 我就沒有面子了 這次是否想開發正的時候 一想就想到四哥有沒有機會可以幫忙演出 不是啊 我是打電話進來求的 不是吧 是啊,真的 我是不夠四哥說的 四哥很風趣很盛的 其實四哥是我真的超級超級的偶像 我在聚會裏面 如果我找到四哥拍就好了 我跟他聊天真的很好 好 他又有些氣引又發一下 又對我們的團隊很有信心 很感謝四哥 一說即刻 如果你說我們要給新酬 剛才四哥都說了 我想我們是比不起 真的比不起 天堂級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我喜歡做的事 我就沒所謂了 是 所以那是有情假 有情假 有情也可以的 不用加價 不用加價 加價補的 真的很好 他簡直是說 不用特別照顧我 幾時通過我 24小時都可以 幾多都可以 哇,多好 真的好到 每個演員這麼好就好了 發正先鋒4 未開拍就已經引起觀眾熱烈討論了 對角色人選更加是眾說紛紜 有指女主角原定由胡定欣演出 但是為了避開偉哥所以決定辭演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其事呢 其實也有很多新聞出 之前其實有一個新聞 好像說我搶 不是搶 就是我拿了羊兒的角色 嗯 然後現在又說是 定欣的角色 那我做了多少個角色 我也不知道 對 你三頭六臂 肯定是 對,不要緊 因為當是新聞 其實定欣都覺得很好笑 不知道為什麼又會被他扯了你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說過 是會怕發正先鋒的 所以 對 當我是新聞 這樣去 對,他怕了你 對 可能之前 心公仔太扮了你 我不怕 我不怕 我很擅長 我很擅長的朋友 我不怕 是否未試過真正合作 我們未合作 見到 在路上 對 有一次他不知道跌了什麼 被我撿了 跌了什麼 不要這樣 我是否留給我做紀念 我糟糕了你很久 對 他幫我撿東西 其實在我留意了我很久 他會撿什麼 我立刻撿的 你拿著我撿你的角色 我很喜歡撿角色 你撿我的對白 說謊說謊說謊 早前才在劇集《特技人》中 合作過的Sean和珠珠 這次再度聯手 飾演重案組探員 齊齊破案 相信一定默契十足 開心 開心 我知道他那些東西 你真的不會有激怒 你真的會有激怒 他很容易激怒 我很容易激怒嗎 不是 就是不要改他的對白 不要碰他的頭 對 那時候總之有場戲 我撿他的頭 之後他就生了我很久 總之可以 不要碰他的頭 就是不要打我的頭 來… 劇情需要也不行 我… 一般而已 如果不是笨了怎麼辦 對… 他怕笨了嫁不出 所以可以 他開了頭 有一個新的造型 是嗎 有試一下 他一開始很不習慣 因為大家習慣了大智哥 短頭髮比較粗狂 但是監製很想有一個全新的形象 有試一下 你覺得呢 你覺得這個感覺如何呢 我自己也在習慣 你也不習慣嗎 是啊… 女兒那些呢 爸爸不同了 他的頭髮 他一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有時回去又有鬍子 有時回去又沒有鬍子 有時回去又有鬍子 有時回去臉又黑色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 他已經是刀槍不入了 看得太久就變了白色 對… 浩然最近工作忙碌 一劇接一劇 少了時間陪家人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而被人誤會他和太太感情有變 傳出太太有第三者 不過浩然就說 對太太是百分百信任 對於傳聞都是得淡笑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我們做一個爸爸也好 做一個老公也好 當然是要保護小朋友 保護太太 也要保護自己的家庭 那就是… 儘量希望這件事快點完結 那就沒有那麼多報導 沒有那麼多根味 所以就很少去回應 那也有些人問 究竟真還是假 怎麼發生 我說不要說那麼多了 就是… 總之我們整個家庭是很好 那也都剛才很… 很…很…很… 被記者朋友問到口一口 你12月1號 他又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報紙的報道 那些報章 他們說 12月1號你跟太太幾年了 突然之間我都… 炒班 我都要計算一下 因為我2005年 應該是13年 然後他回應得比我更快 你們是13年了 其實跟太太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亦都是…